我们的这个肉的定义 根据我们这个地方看得比较好 我们肉的定义还是一样 就是这两个相成 对不对 这两个矩阵相成 所以我们肉还是一样 对不对 肉还是一样 我把它这插点 我把它整理在这边好 免得我越算越要配搬越少 那我们肉呢 怎么定义 还是一样 只不过现在是什么 Dicker 记住哦 这个时候的肉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 它的发芽 维方学是一个很复杂的 它有很多种分量 但这个分量可能是形式上不一样的分量 而不只是空间上 空间很多表隐瞒在里面 它可以写成这样 那我们就问一件事 Double in Flux 会写成 对写成 好 照样子开始做之前 我们从这个地方 来看 来看 今天我今天在设计办 结束 是属于B1 好 好 好 根据我们的 我们的roles 这东西 B 如果B是什么 我们的 polic number 就是B1 也就是B t over p 所有的积分 一定要等你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Hermitonia呢 Operator must be a formation Operator 他一定要上formation 你就集中了这个H 一定要很明显 那么这样一来呢 假设你把他带进去运作 看看什么叫很明显 假设我来考虑 假设他一定要很明显 他是不是很明显 你能不能运作一下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是不是也要很明显 他们也是一样的 什么叫很明显 意思就是说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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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一定要得给这样子 或者是把一点 就是Alpha 你把它做Compress Contribute 之后要把它做个导致 本来是Mu 现在呢 本来是Alpha Mu Mu 那现在呢 要导致再取个Compress Contribute Beta也是一样 OK 它也是一样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开始从这个开始了 我们既然要知道Flux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一样画乌乌的方式照样做 好 第六个四字写出来 这是Direct Equation 对不对 第六个四字造超 然后我们要算Flux的时候怎么办 紧接着再追它做一次Compress Conjugator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样 对不对 抱歉 现在不能Compress Conjugator 我们要做个什么 Stator 就变成这样子 那后面呢 是不是这个四字也要用 对不对 完全一样吧 那我们就按照 项量来做一下 那这个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还没展开来 再加上 这个Direct Equation 竟然是通过电导 对不对 这个运作要保留 反正这个是对空间运作嘛 它本身里面 没有任何虚数 所以Direct Equation 所以Direct Equation 因为它本身是很密集 所以它会变成V 它因为Alpha Direct Equation 所以我就是写Alpha 我这个可以运作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D640 对不对 现在我把它变化 变成D7就是1的40 因为能不能到7了 我把它变化到7之1 特别的 这是7之2 OK 我们以前不都是这样做完之后 再把它做心情组合 排列排列吗 对不对 排列排列就可以运出 我们所要的东西了 我们呢 开始就把这样 整理一下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整理出这样子 这个圖示范 这些圖示范 我们下期的圖示范 我们下期的圖示范 就有一个圖示范 我们下期的圖示范 我们下期的圖示范 反正用力在哪邊? 在這裡 這個就是反正用力 一個對時間的微分,要等於一個對空間的微分 要相加一點空間的微分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 不就是我們最開始假設的rho 這個 相對於它 它要是什麼? 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它馬上就告訴我們 我們這腰的名字 抱歉,前面有個c c 這很容易動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c beta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flux 很奇怪,為什麼中間都不見了 你會跑出個20之外 掉了,我們不要定20 先這樣子寫,大概要編什麼 我們什麼 所以我們這兩個都有啊 OK,所有的定義式呢 我們基本上呢,大概都把它算出來 所以像我這邊都可以對應啊 那,各位看看 水定過的equation 它的 probability density 它的algo influx clinable equation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跟它的algo influx 對不對 它的continuity equation 同樣的 同樣的 這是我們theoride equation 相要的就是 我們的probability density 跟theorgo influx 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不同equation下面 它所相對的equation 是不一樣的 但是求出來的方式完全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請大家回家一下 好好打擺 運算一下 好不好 好,那到了這個地方之後呢 我們就是說 那麼它在磁場下面 它會形成什麼樣的equation呢 它會形成什麼樣的equation呢 這邊有幾個重要的 我還是要把它操下 我們這個 ok,這種形式我們也要記住 ok,才不會忘掉 ok,在電磁學下面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任何東西都要遵守 maltzo wave equation maltzo wave equation maltzo wave equation是什麼 第一個,告示地理 對不對 第二個,單詞級的 不存在的 一個角色 再來一個 法拉丁電體 時常的改變 會感應出一個 電動式出來 第四個 安排地理 很多種單位都沒有設施 ok,設施 maltzo wave equation 我們發覺不管 它的遺憾 B呢 通通都滿足於 怎麼樣 maltzo wave equation 它是一階 的問題 你看時間是不是一階 空間也是一階 對不對 但它同時要滿足於 它是一個怎麼樣 the other word is equation 我寫錯了大家就知道 什麼 equation Wave equation Wave equation Wave equation 是嗎 Mia 記住過 E和B satisfied Maxuell Equation and E Elbert Equation 不只是這樣子 因为你同时还要怎么样 Satisfy Equation 它同时也要遵守 Direct Equation 不Direct Equation是一阶 根本说Equation好像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想说 既然EB呢 它要遵守第一个 Lorens不变性下面的 Marswell Equation 跟这个二阶的 那它也要遵守 Direct Equation 这个一阶的 那有没有遵守什么二阶的 来 也就是说 我们要遵守 一个这一阶的 跟一个两阶的 谷底的状态 那我们是不是要遵守 一个一阶的 跟一个什么二阶的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说 他也要遵守这一阶 他也要遵守这一阶 假设你那M的给了EB 这个式子马上又回到什么来 又回到我旁边的东西 OK 他说他也要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要再来写一下 他也要从下面这一阶 我写在这边 好 好 假设说这个要有很多遵守 那么这里面的α跟β行为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OK 好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试一个东西 先这样子就好 我们来试这个 这个操作 我们把这个呢 乘上 U-Line 可以 OK 你要是仔细看看这个 跟这个 第六十 非常像 它这边是 它这边是 一分之一 对此机 示范微分 这边也是 然后再过去呢 是α 乘上一个对空间微分 α 倒等空间微分 是不是 完全一样 再来一个是什么? 贝塔 所以这个是很像的 唯一不一样是这边是正的 那边那个是负 我们操作一下 所以操作一下 你就像它第一个式子把它写在这边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写在这边 U-Replication写在这边 记住 你仔细看 我们都将这个编号 符号尽量把它写开 免得到时候 全部都要冲在一起 这个 身上这个 最后面要对 我们的温方程 运作 它要温方程吗 就是离开 你掉到运作完还是离开 经过这样的运作之后 它可以简化成这样子 冬天呐温方程 一时 他现在奏 假如我们把12个式子两阶微分的条件来做个比对 我们说Direct Equation下面的微方群 它也得要遵守那个 那我们再Compel一下12个式子 12个式子我们怎么写呢 写成11分之1分之1 剪掉 再加上M0.C0.H5 这些是D所有的子子 这样一来我们上下一比较 我们马上就发现一件数 上面这个式子把它重写一下 把这一项分开来一下 我把它写成1分之1 再加上M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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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后面的造型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那接下来就可以比对了 OK就可以比对 马上我们得到几个如果出来 第一个 二分之1的 Alpha i Alpha n 再加上Alpha n Alpha n Alpha n 第二个 Delta i k OK 因为这边呢 它是自己在一起的 才有两倍 这边才会变成平方向 一定要完全一样 所以它们的i 第二个 中间的这一项 要完全一样 但这边 是一样 又没有beta 所以beta有平方 一定要 再来 后面有没有这一项 没有 跟俊能文字 第十二式的 没有这一项 所以后面这个一定要给你 它一定要这样 i 所以这个是我们 第十三的十四 我们这就 十四 a 十四 b 十四 c 所以这样一来 这边马上就告诉我们 几个重要的地方 Alpha i的平方 一定要等于1 i n x y OK Alpha 一定的平方 你要等于1 而且呢 Alpha i 乘上Alpha k 你把两个电导 它要相差一个符号 假设 i k 他一定要遵守这个 你看很重要的 这一件事 这是 十四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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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到夹 然后呢 这个平方要等于1 那是不是跟这个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alpha x alpha y alpha alpha z 又是 b b 平方 至于b b平方 米 b平方 除了遵守derived equation之外,还有遵守下面的两阶段方式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前面的α和β,这边引入了α和β,要有这几个规则 我还没有讲αβ到底是什么形式,我们是讲到哪一关系统规则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来看几件事情 它的速度和它spin-up values 好,我们来看一下αβ-free的Electron来源 我们基本上还是遵照最简单的能量 这个是不变,只是其中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Electron可以写成Cα到P 再加上mc0b,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好,这一节,现在开始跟脑系统交流 在这个状态下,因为h4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p跟h4的commute 它可不可mute呢? commute 请你们大家回家算一下,它是不是可mute prove it yourself 不用讲 当然丢进去算一算就算出来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一旦有这个样子 一旦有这个样子,就代表能够什么? moment conservation moment 并不随着时间改变 对不对?我们任何一个Opleton对h 对意的话 一旦commute的话 现在我们它是conserve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容易来了解 那速度呢?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Velocity最简单的当然就是 你对x 微分吧 单位时间所通过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下 根据量子力学 我们任何一个Opleton 我们任何Opleton 对实际的微分就被写成 iH8分之 x跟h的computator 那我们把它丢进去一下 x写在这边 h呢?在哪边?在这里 cα pOpleton 再加上 mc 比方β 平常是这个样子 就你发觉 x跟x会有关系的 你看β是常数 它常数矩正 c是常数 m是常数 抱歉 它跟它永远同 所以最后根据不要考虑第二项 只要考虑第一项就 那这里面呢 这两个乘起来呢 p呢 momentum 会有x方向 y方向 z方向 所以捏集起来呢 只有在个x yz的component相加 那问题是什么是x 所以要是p y方向component 就是要对y方向微分啊 z方向的component 就要对z方向微分 所以对x作用 因为它们正交的 所以只留下一个就可以了 ok 那你运作一下 马上就告诉你 它会等于cr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这是x方向上的速度 就等于cr到x 那么 我比较general的速度呢 就等于cr ok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变得到 这就是我们第二次 第三个 也就是说 在direct归局下面 我们就描述这个 例子的速度呢 就c乘成α就好了 这个就是它的速度 ok 那么cr 我们本来以为c 只是个光速 α只是一个矩阵 对 对 我们把这个门记起来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不是说它的flux 是在这边 这边有c 对不对 但是c是这个常数嘛 我乘到任何地方就可以 那么这个上方网上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flux呢 本来是c v function dagger α v function 那现在把c摆进去啊 脑子 就变成 这样子 诶 这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就是好像 你把一个operator 两边用微方形夹住吗 你就要求速度的期望值 flux 本来就是往外流的一个东西 指标跟速度有关系 当然 所以从这个呢 就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到 虽然说 我们在这边计算出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都完全看不出来 ok 但是呢 算到这边之后 哇 它就很明显了 没有错 flux 就是跟你流动的速度有关系 ok 容易容易理解夺 对不对 ok 好 我们现在再来算一个endure moment 什么是endure moment ok 大家忍耐一下 血膀越来越低了 ok 没关系 我们很快就要解除 好 endure moment 假设有endure moment 你这为x 那我一样号 如果我对他 对时间亏分 同样的做法 那这边是你 iH bar分之1的lx opletus 对着harnetoneal 对不对 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带进来 就你看看 harnetoneal里面 一样后面是beta 这边都是常数 常数对前面的根源没有助用 就把它丢掉 就剩下这个 这个要作用在l上面 这个l是x上面的分量 这p呢 是对着空间的微分 所以只剩下x上面的微分 也未必要 它的微分 可能各个方向都有微分 我们把它保留 那后面呢 就很多这样 r bar x px r bar y py r bar z pz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边呢 我需要常用 我们把它运作一下 c over i h bar 就像alpha x 你稍微重新整理一下 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其实我这本来是一个对异 我现在把它拆成三个对异出来 各个分量彼此对异的 一个形式 那你整理一下 最后会变成为 c的alpha y py 减掉 alpha z py o 这是pz 记住这些通通都是operator 那只有alpha不是而已 ok 可以洗成这样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e l o o 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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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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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他並不保守 我幫他寫 我幫他寫 哇這多嚴重的事情 這邊要寫完整的話 前面還要有 RIH法 有些計算 我都把他寫約掉 請你回家自己把他寫 OK 他竟然不保守 各位發生怎麼辦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代表 你用A2的猛認 去描述這個系統 是不夠的 你一定有什麼地方 你用它漏掉 OK 我們漏掉了什麼 我們漏掉了什麼 漏掉了什麼 你漏掉了 你漏掉了 有個電子的 什麼東西 一定有一個 叫做intrinsic 已經在它裡面 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它的東西 假如是我們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把它跟原來做個結合 它就有可能少得到 對不對 對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找個東西 好啊 那樣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來假設 假設我們呢 沒有找到那個東西 這邊可不可以嗎 還是我乾脆把主題把它拆 但是我想最後給大家瞧一下吧 這個可以擦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 四個空間的設施 不過這個版面也太小了 不夠我們計算 我們做成很多正面 所以我們今天很多重要的虧型都擺在上面 還帶給大家 把最後那個葉擦完咩 沒有擦完 除了相機就把它拍起來 我要擦掉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看 很明顯我們少了一個什麼 假設 就這樣了 我們少了一個東西叫S 假設 假設 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先假設 OK 哪一種 what kinds of S 我們可以 能夠 J 更 到底有什麼 S 讓J 變成 保守的呢 也就是說 J H 一定要 不可明,到底是什麽模式? 假设呢,if there are operators 假设 is a sigma operator 他满足了以下几个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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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i i 两个对议 假设 i 跟 j 呢 他就有点了 f i i j k ok 我们要解释 这几个呢,叫做第八个式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标 假设有了这个oprene的sigma 他可以打成这些设计 以下第八式的设计 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它 and you may prove 二分之一的sigma operation 跟哈密方面 本身呢,要遵守 这个操作 ok 他遵守这个操作 那么,假设是呢,你看看哦 好,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个操作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把它查一下 没关系,我们看这边也可以 因为这个l,对h的 commutator 会变i h bar c 的tama cross p 这边我让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 会变负的i c i h bar c h bar 都死掉 i c,ok 他会写成这样 那我就可以定义一个define 那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s呢,是可以 二分之一h bar 的sigma 那我们就可以让s 跟h呢 分身为我们的i h bar c 的alpha cross p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试试 那你看看,这个s呢 跟这个h,跟这个l 它的commutator只差一个复 好,所以当我把这两个加起来的结果呢 它一定会等于0,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就给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j呢 b is concerned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引入一个全新的s 各位看看s在这边 它是h bar,二分之h bar的一个sigma operator 而且这个sigma一定要遵守这几个 第八次的规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它跟l集合起来 我们可以定义出一个全新的j 那么 j呢 就可以遵守 我们所有的conservation模 ok 那刚刚好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实验呢 又完全一样 用这个来解释实验 完全可以 哇,实在是太高兴了一点 ok 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因为 s 它混合了实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又有几个要求 这s 它每一个分量的平方 通通都满一 很重要哦 很重要哦 所以 在这种状态下 s i s j 自己本身呢 推点i h bar 像iz k s k 这是第14次 而且 summation i summation j 也要有类似的 循环 也要有类似的 所以我们发觉 这个东西呢 第13次 是跟 褒利的取增 怎么看成效 好 讲到这边 我们只是在介绍 DRAP DRAP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快速地复习一下 今天的课程 就结束在这边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今天走过了哪几个地点 走过哪些感觉 一开始是 修丁过的科学 修丁过的科学 一引入了之后呢 我们很快就会定义出 它的 定义出它的 法式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你没有很多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 当你的速度很快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 当你有 烟灭 有产生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 当你电子 有需要 intrusive spin的时候 它必须要外加 它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Key跟Gordon 它就在想 反正你这个式子 就是从1能量分成 Hermitonium的这个概念来 从这边呢 就可以引发出 把1分成成 这个operator Hermitonium 就用Hermitonium Operator 就可以得出修丁过的课程 我用1样化 呼噜 只不过1 我就用相对论式的1 那我就得出一个 Key equation 它跟修丁过的课程 它跟修丁过的课程 差别在哪边呢 修丁过的课程的时间 像是一次方位呢 空间像是两次方位 Key equation 在实际上是空间 通通都两次方位 所以这个时候 假如说 我们要定义出 有可能的课程 也就是说这个particle 绝对不会不见 也不会产生 它一定要保守 那我们上面 修丁过的课程 给你一个Raw 给你一个Z 两个呢 一定要稳和怎么样 partial partial Raw D theRaw 它加上differential Z 一到二零 连续方程 它要遵守 在遵守的下面呢 我们得到的课程 跟修丁过的课程一样 只不过得到的Raw 没看过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对不对 结果很快的 一运作之后 我们就发觉它们几个问题 它负能量的问题 它这个probability 在它这个假设下面呢 在空间中的宝贝尼里 有可能小于零 哪里有小于零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它最大的问题 所以假设 用这个inclusion 直接把它看作为particle的 微方群 很明显的 这两个毛病 我们没办法解决 到1934年的时候 帕尼跟它们 Wesker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它描述的不是partial 它描述的是什么 那你要怎么去看待它 你就不要去看待它的raw跟j 因为raw 前面是那个q 因为电荷可振可突啊 qraw 我就把它看作为电荷的density 这两个成绩叫电荷的density 就对了 我可以有正电荷的density 我可以有负电荷的density 我可以有负电荷的density 我把这一层这个q 它不是变成电流量了吗 问题就解决了 只不过 它的明方数的还是不够啊 那这个时候 第二个人才就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 空间和时间 看得很妙准 我们希望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会因为equation 这么不足 你要做很多弥补 引入很多额外的东西来处理 所以我们之前才处理了 讨论老大 它能不能够 直接把我们为了equation 更有不同的表征 没有说它跟时间 跟位置各种的环境 但它有不同的表征 比如说第一个就像这边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spin 或什么 第三个人是什么的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它一定要遵守 一阶外的方式 那么它就设定出一个一阶外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写 既然它是矩阵 我就把它写成矩阵的表白方式 就简单 OK 那同样的 假如说我喜欢把它写 跟前面一样 能量很方便 那我就会写成 左边是1 1⁴ p 右边就是方便 那方便就是这两项 我就把它写在这边 只不过我将这个p 用古典的方式的呢 再把它写回 那这里面呢 rho and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就变成degger vfn degger 在身上 而不是 compress function 这样子而已 它的density呢 那它的这个 那这个叫什么 这叫 flux 就跟前面不一样啊 它会变成c vfn degger alpha vfn 它会形成这样子 不只是这样子 它现在它告诉你 它就跟电视波一样 不只是遵守 marseric equation 而言 它要遵守一个叫做 波动方程 那么在它在这边呢 会遵守一个 一阶的Vfn 跟遵守另外一个 二阶的Vfn 一旦要遵守 二阶的Vfn 那么其中 alpha跟beta的 某些特性呢 就要被限制住了 要遵守这两个 它的限制 OK 那alpha跟beta的 基本特性 就被限制住了 那我们从这边呢 下面呢 我们就做了几件事情 那它的速度是什么 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做了 哎 速度的那个已经超了 对不对 最后呢 我们发觉 速度是什么 速度的Operator 就是C层当alpha 原来C层当alpha 我们一直搞定 alpha是什么 它现在告诉你 C层当alpha 你就把它当做速度 好像古典的 那速度 你对它求取期望值 就是flux 哎哎哎哎 还蛮直接的 这个很容易感受得到 对不对 那同样的 再来 我们就看它的E-E-Momentan Momentan 对Harmicone果真是守的 这个Paleo在相对不相信 还是要遵守 动量守的 但是当我们一看到 动量 线性动量守恒 转动动量 NU了我们 缺乏给它不守恒 不守恒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漏了什么 所以它开始就去定义 另外一个东西 想办法 经过某一种 线性组合之后 假设我们是 这种的性能 Momentan 之后我们想办法 让Z能够守恒 那么这个时候的S 就是我们忽略掉了 那里面讲 是什么东西 结果是很简单 背高 这Obrader 跟实验所看到 还怎么想 所以最后 我们可以定义出 我们漏掉完 Obrader S 是什么形式 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们互相对应的状态 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把 基本上 Direct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跟我们以前所讲的 完全做个对应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家 做一张对应表 你就比较了解 这两边 有什么状态 OK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礼拜一晚上 我们开始 针对例子 下去想 有两个什么用 OK 像 两三 接两个例子吧 那我们 就可以下 还有一段 还没有 就这都有